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早买菜的老杨堪称当代花木兰 你晓得我只做事不串钱的 我一般买菜我习惯我都不走回头路 有些地方哪些地方买什么哪些地方都是设计好的 市井散人多其事 二十年前老杨作为大厨从闽山饭店辞职 一直心动的梦想就是想开个面 回到街头 自修十八般武艺 全靠自己大天下 应该在这个十一二年前就开了个面 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正式培训 也没有任何人是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就是我过 就是我自己 老杨朝焦头坚定地走着群众路线 因为我很自信 因为我觉得我的技术小鼻子走 焦头每日随心供应 但必有一道塑胶杂酱 早晨现度的肉馅颗粒很粗 他吃了嘴巴就越该就是 别人炒杂酱要加各种调料 老杨坚持传统 只加甜面酱 这份自信 你在成都都找不到第二家 给你什么时候加酱炒好炒多久 之前成了炒过了 他先刚好把水分走完 买嘴的肉香味 老杨店里焦头之多 你看你也忙 整个成都市吧 市的话 如果说比面的品种的话 应该没得辣于我多 要是拿不准 建议来一个经典的塑胶杂酱 准没错 来 四个 有这个硬度嘛 颗粒 对 剁碎的 但肉质很好 二点赛鱼哈 快包面了 一个二点红油炒手 一个一点海味炒手 两个海味一个军摊 五角二点 带着走 一点赛鱼的上水 四碗面子里 都过来 都过去 这个要经过时间随道去尘 这个时候 对于吃面 老杨有点精神洁癖 该有汤的菜是有汤 煮东西要讲规矩的 闲暇时像一个狩猎者 隐匿在食客当中 甜面酱 豆瓣 佐料吧 只有五六种 吃到吧 就是要吃 它是食材的本味 对 一旦发现离经叛道的时刻 免不了让老杨教育一番 这个面要摆 要 要回摆 有一种东西就叫蚂蚁上树 哪些面该吃干的 哪些该吃糖的 居然哪些该坏筷子 它这方面都应该讲究 七十八点 如果你还是 停留在川外面 只有麻辣印象的初级小白 那你急需要到老杨的面店里 不复刻了 后厨里 妻子按照老杨的指示 精准调味 成都里面都是不辣的 面一辣了 它将把其他的味干 就吃不到它的复合味 说到复合味 得提一提灵魂底料 甜酱油 各种香料熬制的酱油 经老红糖电话 就是老杨 对于那些挑剔嘴巴的回答 去成都吃的话 主要是吃多料味道 对啊 然后颜色重 颜色重 然后味道就不会很鲜 然后这样就设香味俱全嘛 初级班毕业 得上提高班尝尝海味面 你没听错 就是海味 几十年前 成都人几片海带 几颗蛋菜 创造了对遥远海洋的畅想 多少老成都 对大海的初印象 就是从这一碗海味面开始的 历经两个小时的熬煮 你着急 老杨不急 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消点海味面 等到汤汁好去大半 一口鲜汤入口 能让你在遥远的内陆 也能感受海风吹拂 就是成都一个内陆城市里面 做一个海味的东西 然后又很好吃 因为如果你去沿海 人家说那种海鲜面 估计别可能会笑话 因为成都吃不到那种新鲜的海鲜 但是干货做出来的效果 绝对不比新鲜的差 在石刻眼里 老杨是个怪人 生意再好 过午不后 明晚了 就要放假了 赶上放假 您明日再来 过好今天 明天再睡 后天不过 一会儿 一个放浪不羁的老杨 骨子里 却满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想象 中心的一会儿 八叔老杨 一碗穿世面闯江湖 城坝匠客行 酒河下烧 老街巷的沉起小调 予以回应 三餐 四季 在速度和激情相伴的冬日里 一口薄皮大馅的云吞 才会是让你死心塌地 留下来的原因